我真的不忍心有粉丝化水彩寻死寻活的样子 我学生要是有这个问题 我就让他学这个用色万能技巧 完美的解决颜色用的丑啊 用的乱的现象 总共就三句话 叫做色环找两边 灰色压中间扩充明语暗 比如说葡萄这种一个紫色的物体 我们可以先找到紫色这个颜色 然后找到它在色环旁边的两颜色 紫红跟蓝紫色 因为旁边的颜色都含有这个颜色的本身 哪怕是混在一坨都不会乱 那第二步呢 我们把这个灰色用来去画这个物体的边缘 因为距离远了模糊了 它就会变灰一些 最后物体它在光照的情况下 肯定是有受背光的 一边加重一边加水提亮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得到了五个颜色 而且能分别对应这个物体的各个区域 如果你不想用太多颜色 觉得费劲 你可以使用这种Y字型的取色方法 这也是很多大佬能够自由配色 随意搭配的不传绝学了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背带裤取色法 简单点来说呢 就是在这个色环里面画一个Y字 这个Y字开口朝向的地方呢 也是我们的主色调 大概占到70%左右的面积 那这个开口对面所指向的颜色呢 我们把它放30%左右的面积 那比如说这个桃子 你把主色调铺到60%的面积 水你怎么搞 红啊 橙啊 紫啊 整体的先塞一通 留30%的面积 给这些绿色 记得做浅注灰一些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配角 那不然为什么上面的东西叫做主色调呢 那有些同学会问啊 这三个相邻的颜色放在一起已经很和谐了 为什么非得去加一下对面那个颜色呢 这就跟我们的口味啊 其实是一回事啊 就像你炖炖吃肉啊 偶尔也会想吃一点清淡的 或者就说我们吃素啊 吃灾念佛念久了啊 也会想沾点昏心 那我天生是个好色的人怎么办呢 天生就喜欢很多颜色怎么办呢 那我推荐你使用这种方形取色法 顾名思义呢 其实就是做一个方框 那这个框框呢 四个顶点 你所框到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取色的范围了 从这个图形来看 都会比这个Y字形的取色看起来会更多一些 那有四个顶点啊 就有四条边 我们可以把任意的一边当做主色调 比如说我取右边的这个数值的这个边 对吧 有橙红有橙黄有黄有黄绿 你给它占到60%左右的面积 那剩下的三条边你就占40%就可以了 不需要均分啊 它可以是这样啊 6112 也可以是这样啊 6121 那学完以上这些技巧啊 80%左右的画面啊 你都能够用好颜色了 那剩下这20% 你还得需要去知道冷暖色的概念 掌握好这个你才能真正的做到啊 游刃有鱼 那最近呢为了方便理解啊 我做了六种常用的色调啊 三种冷色调三种暖色调 我按照这些色调呢找了一些对应的画作啊 待会可以自行参考 比如说这个蓝绿色调就以蓝色跟绿色为主啊 占据绝大部分面积 然后以这个黄绿啊 紫色作为一个搭配 那这种色调就会给人一种干净清爽的感觉 特别适合去画一些森林啊 湖泊啊 夏天啊 这种题材 蓝紫色调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把这个绿色换成了紫色 那紫色呢 本身就会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啊 在以前它还是贵族皇室的这种用色 所以这一套颜色给人的感觉啊 不仅是一种清冷干净啊 还会给人一种特别理性啊 冷静和优雅的哎 这种气质 那后面几种色调我就不再展开细说了啊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其实很简单 大伙只需要去记住啊 这几个格子的面积分配就可以了 那最大面积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要色 那比如说你要画一个麦田对吧 那黄色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就选取这一个色调 让主要的颜色啊 占据到你画面60%左右啊 剩下的颜色你就去填缝隙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这张色彩草稿对吧 我就必须得把这个主要的颜色 搞到60%的面积以上 所以有时候哪怕天空啊 它不是这个颜色 你也可以让它偏向于这个颜色 一切为了色彩好看为前提 如果你害怕色彩稳弱的话 你甚至可以像我一样啊 让它占到60% 70% 80%都可以 那剩下的一些颜色呢 无非就是一些螃蟹 你看哪里空啊 你就给它塞在哪里 比如说前面这个紫色啊 看起来不合理 哎 你可以把它当做草地的阴影啊 啊 是吧 那远处的山呢 哎 我也来点紫色没问题啊 那这些中红色啊 橙色你把它作为稻田的暗部啊 啊 都说得通对吧 橙色颜色鲜艳点就放在前面 因为距离我们近的这个颜色啊 看起来会显得鲜艳清晰一些 那远的东西呢 看起来就会模糊一点 灰一点 那我们用这个棕色啊 它就很合理啊 当然啊 用色的技巧配色的方法还有很多很多 它不仅仅和你用色范围的面积相关啊 它还跟黑白灰的面积相关 以及鲜艳的颜色跟灰的颜色 它们所组成的面积也是相关的 天幅上和时间上的关系啊 我可能没有办法给大伙讲的特别的全面完整 硬要塞下来的话呢 很可能大家伙的CPU会爆炸 如果说你想一劳永逸啊 解决配色用色方面的问题 我会把后面没讲的内容放在咱们的系统版里 如果大伙想要更好的学好色彩 以及水彩相关的技巧 都可以通过主页添加我的联系方式 关注一川水彩带你不样的色彩小技巧 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